语言呢,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心灵沟通,建立良好关系的必备条件。 良好的沟通方式,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广洁善缘,也可以启发我们的潜能跟创造力。 但是呢,不适当的语言,也就是所谓的妄语,就会带来彼此的猜忌跟伤害。 比如说,说谎话,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使双方反目成仇。 有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会故意的欺骗别人。 也有的人不知道该谦虚,更不知道该尊重别人。 这样的人,表面上可能占尽了先机,讨到便宜。 但是呢,等大家知道事实的真相之后,自然就会远离他。 如何做到不打妄语呢? 我们现在就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不打妄语,在我们初前的理解呢,好像是说,不要欺骗,不要用语言来欺骗人,那就叫做不打妄语。 事实上不打妄语的范围蛮广广广的。 里边呢,又跳不离间呢,也算的呀。 还有呢,言不记忆呀,也算的。 只上妈怀的,说调皮话,轻跳的话,也是的。 妄语的意思就是让人感觉到生烦恼 让人感觉到受了损失 受了损害 那多叫做妄语 事实上有的时候 人与人之间要有一种调剂润滑 那还是要有一些轻松的语言 来使得大家感觉到很愉快 比如说我们正在录影的时候 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 那么大家觉得不愉快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说一句比较轻松的话 这个不愉快马上就变成了一桩很好玩 很有趣的事 如果说人人都是这个样子痛苦 人人觉得在讨厌 这个时候你在所以血伤加霜 再给他一句难听的一句话 使得大家更痛苦 那就是我们的人就变成了更糟糕了 因此语言之中很不容易拿据得非常的准 所以怎么样的时候 什么样的场合 对什么样的人应该是用什么样的语态 应该是怎么样的讲话 这个是专门有一种就是讲话的技术 或讲话的技巧 可是并不完全靠技巧的 一定啊 其中要有诚恳心放进去 讲话很诚恳 同样的一句话 如果是诚恳的 是友善的 纯心 那人家听起来 虽然听起来好像是挨骂了 可是被骂得很舒服 被骂得很暖暖的 为什么 是一种关怀的挨骂 如果是一种被一种击风式的骂 或者是嘲笑式的骂 或者是一种妒忌性的赞叹 这听起来都不舒服的 所以人与人之间除了不要用语言骗人 以外我们得要考虑到讲话 第一个要有分寸 要有礼貌 用分寸有礼貌 还有有慈悲心 有诚恳心 如果没有慈悲心 你讲什么话呢 听起来人家听会挺反的 如果没有诚恳心 讲起来人家不会相信 你是讲的老实话 你说是这个样子 我告诉你是这个样子 人家说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听起来 你不是真正的诚恳心讲的话 所以真诚恳心和慈悲心 这两个心肠非常重要 然后才能够讲到 我们讲用礼貌的话 礼貌的话呢 就是这个开口 闭口 都是要说一句 对不起 说一句啊 谢谢你 那这个 对不起和谢谢你 这两句话 常常挂在口头 从我们一个副教徒来讲啊 常常 还要念一句 阿弥陀佛 对不起 阿弥陀佛 谢谢你 用这样子的一种语言 先开始以后啊 人家一听就觉得很舒服 另外呢 非常诚恳的 不能够啊 这个轻挑 就是开玩笑 轻松一下 可以的 不是不可以 我常常开人家的玩笑 让自己啊 觉得 让人家就听到我 哎呀 很好玩 那 人家觉得 哎 蛮好的 我 不要拿人家开玩笑 那人开玩笑的时候 有的人是不能开玩笑的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呢 要得到一些人的呀 尊敬 或得到人的呀 信赖 让人家 觉得 我们呢 是可亲的 是啊 可信的人 那就是要 可亲 就是要慈悲 可信 要真诚 这个两种啊 如果缺少其中之一 那不行 还有 用语言 要选择 不能够啊 用种 一针 见血 是不错了 你一针 吃的人 要信 这是不对的 一针 真正吃心 每一句话 就叫人家心里痛 这种情形呢 我们 常常啊 看看 反省一下 我讲过话以后 人家对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讲过话以后 记错过以后 人家的反应是什么 人家的反应不好 那表示你表错了情了 讲错了话了 说错了 用错了这个词 这个词句了 那以后呢 要加以小心 可是有的人呢 就怕讲话 一讲话就会得罪人 从此以后不讲话 那也不行 那人家说你阴险了 所以是 讲话还是要讲 要练习 怎么样子 诚恳 真诚 慈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